迈入第13年的成仇夏令营 配合今年的生肖 推出颠覆传统的新西游记 改由唐三藏号召迎对的小朋友 营救孙悟空相当有趣 开幕式活动中成仇阿嬷亲自出席 除了要小朋友玩得高兴外 也要注意安全 希望大家都有个丰富愉快的暑假生活 小朋友要听大姑姑和大姐姐会好不好 好 小朋友知道吗 要高兴 有高兴吗 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玩得高兴 成仇阿嬷预祝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 每个人都能够快乐成长 开办至今已经13年的成仇夏令营 今年在牛尔石雕公园开幕 由7月3号开始 共有两个梯次300位小朋友参与 除了具有团队精神的营队活动 另外也安排了课外活动以及演唱会 让小朋友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处长林俊吴 以及县议员廖志诚 也到场感谢梁显堂社会福利基金会 持续开办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暑假假期 首先我要代表县长 谢谢我们梁显堂 成仇阿嬷 这个办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夏令营 这个夏令营听说一开办就马上满额 今天是第一次的开办 成仇阿嬷也特别交代 大家非常快乐的在这里 那我在这里代表现场援助 各位小朋友在这里都非常的健康快乐 学习到你们所想学习的 在这边你们学习到团队的合作 还有独立 还有体验各种户外的这个活动 我在想这个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队 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创造你们的自信心 能够让我们的自信心建立的话 对你将来的发展 我相信是持得非常正面肯定的 营队活动必须要有团队精神 才能够成功达成任务 今年营队的主题为 新西游记支全面猴振 分为四个主要活动 颠覆西游记孙悟空 陪着唐山藏取经的主轴 变成由唐山藏号召营队小朋友 抢救孙悟空 从中学习合作 一起解决问题 也让小朋友了解反霸凌的意涵 并且让小朋友养成感恩 以及珍惜的生活态度 有很多志工过去都曾经参加过 成仇夏令营 现在长大了又回来教导小朋友 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相当有意义 营队中也培养小朋友 环保生态的正确观念 让小朋友学习到书本中 每教的事情 也让他们更有礼貌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我们猜哎呦 Dickson